好了 我們終於演出表演了 現在是11點 我們大概演了半小時時間 因為我們也等了半小時 很順利 終於成功了 Yay! 他就說 職場已經告訴我 他就說等Bream Card 還有我可以回香港看我家人 強勢的情況就回家再跟大家說吧 好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終於去見Guna 和Tony 心情的確有點緊張 這幾天你看我很少很勤力出片 因為最近真的有點忙 又要忙著去鏟檢 打針 抽血 不是 打針 抽血 然後又要預備 領事館問我們的資料 要自己預備好 因為他們寄了很多信 有很多證明文件 他們要我們預備 所以我們最近比較忙碌 天氣又開始喘涼 突然急降了20多度 今天起床也只剩10度 所以有點冷 那個領事館就在我們轉彎位 我們就大概在城市附近 算不算是城市嗎 不算是城市 叫大學城 大學城 我們都不知為何在大學城的領事館見 剛才在我們後面開車的女人 都是要去面試的 我想她是朋友放下了她 或者她家人就在那裏見面 但是因為我們見的時間是大概10點3左右 因為那封信已經寫明是只可以早三個字進去 但是進去之前其實我們律師已經跟我們說了 就說要安檢的 就不可以穿一些大jacket 因為今天天氣很冷 所以我裡面也穿了一件底衣 還有我今天你見我穿這件 有些少少豹紋的東西就是 想穿裙子 還有肚子開始凸了 也想讓官員知道我真的有了寶寶 希望待會見面的時間都一起順利 因為律師都給了心理準備 我們就說大概見四十分鐘至四十五分鐘的 留待可能待會回家再拍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她也會再問我的 因為最主要是我申請 所以剛才我跟老公說 你這麼緊張 然後她就說 那什麼樣子 我都拿了公卡 然後她說只是你而已 BB都一出生有公卡 但是我心裡已經是無限的灰了 對 唯有努力一點 因為這幾段時間都不是睡得很好 都發惡夢 又不是一定發惡夢 證明我真的有點壓力 對 這樣 希望待會一起順利 還有大概十分鐘 我們就離開這輛車 就帶齊所有文件去見領事館 祝我好運 希望一起順利 好了 我首先說一下 就是當日我安檢的情況 你也看到我剛才開頭的時候 都很緊張 是不是 因為實在天氣太涼了 剛剛轉天氣 再加上人不可以穿jacket 自己有懷孕 種種的因素 令到我自己非常緊張 那我進去的時候 有個保安 保安是女人 很大份 然後她就叫我們檢查一下 那個 confirmation letter 看看確定我見面的時間 日期有沒有早到 或者是搞錯了日子 那天她都很搞笑 就問我 我聽到我心跳很快 我氣喘 她問我 你很緊張 然後我老公就幫我答 因為她有了BB 所以她特別緊張 然後她就說 不用那麼緊張 沒事的 你沒事的 很快就會搞定 然後就到安檢 我都提醒大家 安檢跟香港的要求差不多 不可以帶太大的袋去 例如A4 size的袋都不行 但她沒有香港要求嚴格 就不需要脫鞋 亦都不需要脫掉所有身上的東西 當然如果你像我這樣 有戴項鍊 戴一個很粗的戒指 就不要戴 戴一些很普通的戒指就可以了 例如手錶 我們當日手錶都沒有戴 我們用Apple Watch 都是沒有戴 因為所有電子儀器 律師都叫我們不要戴 但我說有什麼 她沒有那麼嚴謹 就是她說她整個袋 就這樣放下去 給她檢查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找裡面的東西 電話、唇膏、其他文件 她就沒有那麼仔細 而且我當日只是戴這個袋 其實都不太戴 你其實戴電話、護照、紙巾 其他卡東西就可以了 但千萬不要戴其他 例如充電器、後備電池 那些就不要戴了 我老公都很簡單 大概戴了這麼大的袋 平時你們去沙灘旅行的時候 都會帶這些袋 防滑水 她都給進去 所以你就自己看回你的情況 完了之後 她叫我們拿著一張信 排隊等 在召集中 我看到召集中沒有人 原來不是 原來他們改了一個制度 在COVID-19的情況下 她不想太接觸那些人 因為當日其實很多人在訪問 她就用了iPad 來跟我們確認一下 究竟我們見面的時間是否確定 你記住 因為我都叫你拿回確認訊 你拿回確認訊的時候 她叫你讀一個號碼 在這裡 大概右上角有個A字頸 你就要讀整個號碼 大概有九位數字 你要讀給她聽 她就問你是否見Fiance Visa 你就說是就可以了 其實就很簡單 她問你個人的出生日期 還有年月日 還有你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完了 她就叫你上二樓 我就說回 因為我就是分享費城 那個移民局的地方 她就上二樓 我不知道其他周範圍如何 所以你自己都要留意 她上二樓 你可以坐升降機 或者走樓梯 但就不是這樣坐在這裡就可以了 你都要看到保安 你都要加一封信 和護照給她 再檢查一次 所以其實她整個過程都監管得很嚴謹 但其實那個人都很友善 雖然她就拿著槍坐在這裡 但她都會 你怎麼樣 我還不可以 然後她就會告訴你你坐在哪裡 你記得要保持六米的六尺 六尺 六尺的距離 當天我這樣目測 其實都看到二十幾個單位 去interview 我猜有些是家庭移民 因為有些帶了嬰兒過去 有些是做生意 或者是投資移民 或者是其他情況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大概都等了十多二十分鐘 因為太多人interview 然後他們有三對門 她就開了門來找我們 我都會再提醒大家 因為別人的地方 說得明是不准用電話的 那你就千萬不要拿你的電話 那如果你有律師的話 可能律師都會陪你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額外收費 因為當天其實律師就沒有陪我們去的 我也都沒有當刻請翻譯的 所以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就這樣進去的 我現在正式分享一下 我建議文官的時候的情況 其實比我想像中很輕鬆 真的很輕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最重要是你自己有預備充足 我上一集也有說過 大家要預備什麼問題 以及預備的文件 你只需要跟隨我的指示 其實interview是沒有死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國內人 所以進去後 他很friendly 但可能他自己記性一般 他第一時間無端端就說 你們站著不要動 就叫我們舉高三隻手指要發誓 他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以下所說的內容 必須要是熟實的對不對 我當然一定要答對 我老公也是 以及坐法都有分別 如果你是申請你的申請人過來的話 即是說你是未婚夫 申請你未婚妻過來 未婚夫就要坐在右手邊靠牆那邊 但你是申請人的那個人 未婚妻 你就一定要坐在移民官走出來的那個位 這個就是移民局的官跟我說的 還有當時不知道是否因為COVID-19的關係 有塊板的 你又戴上口罩 所以說的時候 記得要說得大聲一點 清楚一點 如果你不明白的地方 記得記得要跟他說多一次 Sorry,Pardon,Could you repeat again? 或Could you say it again? 如果不是的話 你答錯的話 那個官就覺得你這麼奇怪的 我跟剛才大家說 我是沒有請翻譯的 所以你可以盡量叫他講慢一點也可以 首先他自我介紹 他很友善 他就告訴我今天做些什麼 為什麼我說他的氣氛很好 就是突然他就放了整個資料桌上 就說這個案子是非常容易的 他說我最喜歡這個案子 他說很幸運我拿到這個案子來做 他說其他的案子很複雜 所以他就說這個案子 我覺得不難處理 他這樣說給我聽 那一刻就說 這麼友善 他自我介紹完之後 就問我們叫什麼名字 知不知道申請什麼Visa 特別先問我 他第一個問題就問我 你知不知道What frame is it? 因為當初我也不太明白 What frame is it的意思 他就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進來要有什麼規限 那我就答了很久 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答案 然後他問我 他引導了我一段時間 我才回答 原來是90天內一定要結婚 那你已經結婚了 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都很好 他沒有特別刁難我 他是不斷地引導我 再引導我答對 因為我以為他問我 你知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結婚 但我老公一聽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他不可以幫我 這也是一個溫馨提示 當移民官問你 你另一半是不可以幫我回答他 正等於如果移民官問你另一半 你都不可以幫忙回答 即是說他答錯都好 你可以用眼神看著他 但你不可以幫他回答 否則移民局 就覺得你兩個就不誠實 或者你兩個溝通不夠好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幫對方回答 讓移民官幫他引導他回答 跟著他問他大根問題 例如我家人 如果你家人是有著過了 都可以提大家 例如你事人に達到過世 只需要回答Des 就好 不需要再回答其他工作 愈簡短就愈好 這也是律師提出我們 許詳細就不會因此以後 只可令其他時間更複雜 所以說Des Holmes 就好 她也沒有問我多少兄弟姐妹 她問我怎樣認識你的男朋友 她這個問題又不是直接問我 她問我老公 然後問我們怎樣認識 我們見了幾次面 她其實也挺喜歡的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不是在美國 我們其實是在英國 然後一起去旅行 甚至我們一向都有視像開 因為香港和美國時差是12個小時 夏冬令也是13個小時 我們也有WhatsApp的記錄 其實Gun一直都知道 她也很相信我們 因為我們交齊所有文件 證明、所有對話 我有寫Postcard去旅行 所以絕對不可能在家結婚 然後她也問我 她問你是否曾經去過澳洲 我問是 為何要去澳洲 因為我想工作 想擴負自己 然後她問我 你剛開始認識你男朋友 即是我現在的老公 是不是一見鍾情 那我那一刻 很誠實地 回答你心目中的答案 就開始就可以了 說真的 老實說 我一開始見到我老公 又不是說是一見鍾情 不過我自己 不是看樣子 我也是看個餡 對吧 對嗎 也很少人 很少人很主動 說是一見鍾情 我自己 又不是那種人 所以我也是回答 No 官就覺得 你答得很誠實 但她又沒有問我 如何欣賞我老公 總之她就說 我很喜歡你的回應 突然之間 無緣無故她就說 為何你說英文 是否說澳洲口音 然後我這一下就覺得 蛤?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不覺得自己說得很純正 所以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有點害怕 今次的interview 是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因為你們的美式口音 和發音 跟我們的英式學開的 有些不同 因為我經常跟老公 聊天的時候 也有時候不明白她說什麼 然後她就說 其實你不需要學美式口音 因為其實美國口音 有東南西北的 還有沒有一個最正宗的美式口音 因為這個是移民的國家 她就跟我說 你只要覺得舒服 你講你自己學過的英語 就OK的了 其實我也很喜歡你說英文 她說得很好聽 因為她無緣無故有介紹自己 她是亞馬加國家的人 她認識了太太之後 才來到美國移民 做移民官 她也說 我結婚20年 有時候跟太太溝通都是這樣的 忘記了她的東西 然後我老婆就會 類似發脾氣 You know 我覺得很friendly 所以我就說 又再次覺得 整個過程是很輕鬆 之後就 無端端 她就考起我老公的東西 例如唱一首歌 就叫我老公接 我老公又接得到 因為可能平日有看籃球比賽 開頭的時候 我就以為是唱國歌 原來就不是 總之你Cityson的人 你就會知道這首歌 我後來才問回老公 老公就說 不是的 因為平日看籃球比賽 那些歌一定會播放 所以她說這首歌是必然會唱的 所以她們都很共鳴 之後她就問我老公的問題 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都不是很複雜 最主要問回我的個人背景 問我爸爸媽媽英文名叫什麼 我都跟大家說 因為我老公試過答錯了 不是答錯 他答得不準確 說錯了我媽媽的全名英文 只是說了英文名 之後 官就很努力地引導她 是否這樣 然後她說是呀是呀 總之你老公答錯的話 你就可以瞇一瞇她 但你千萬不要幫她答 官都很好 不斷地引導又引導 然後又問我 一些很要注意的問題 上一集也有跟大家說 裡面有七十幾條至一百條的問題 你當中自己要去溫習 因為這份表其實你自己也有填過的 所以聽上去就不陌生 但如果你自己英文不好 記得一定要自己請翻譯 她有問過我 例如你有沒有試過被拒絕入境 有沒有被驅逐出境 有沒有預期居留 美國 你有沒有試過非法幫人移民過來美國 也有問過我有沒有從事賣任 或者幫人賣任的情況 有沒有做非法的事情 例如是一些道辦 好像上一集我也有說 有沒有做一些 CD 有些copyright的問題 你也有沒有從事過一些 武器的事情 例如是有沒有做一些軍事上的幫助 有有沒有做間諜 幫人 也有沒有試過做一些美國不合法 但又被人最後寬恕 或者被包庇的情況 總之她有很多這些 關於犯法的事情 都有問過我 那我全部當然是答No 最後她都OK 就被我Pass了 而且我也跟大家說 你的答案 一定要跟I-485講的答案 是一樣的 如果你不一樣的話 你就很麻煩 我不是叫你死讀書 不過你沒有就真的沒有 但如果你曾經在I-485 有答過Take Yes的話 你就真的要記述那一條 可能她會問你很詳細的原因 例如假如你有試過月期居留 你試過Take Yes 因為被驅逐出境 然後再申請進來 她會問你什麼事 驅逐出境 你要說出原因 還有驅逐多久 還有她會問很多事情 就是這樣 然後整個過程就完結了 到最後她都有問回我 她說你有沒有東西要去問 或者補充要交回資料 我們最後補充要交回SSN 以及工作許可證 其他東西就沒有再交 因為這個是剛剛 interview之前 兩個星期前才收到的 其他東西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完了 是不是很輕鬆呢 其實整個過程我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都沒有想過自己的過程 是interview 被香港沒有那麼嚴肅 還有美國人是說話比較直接 所以大家都不要那麼緊張 他們不會好像英國人那樣 很軟損 又要很有禮貌 不停就是這樣 不是的就不是 就不要回答太多 美國人就是這樣的文法 我都希望這一集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個內容 有什麼異文 很想知道更加多 或者是不清楚 不明白的話 都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盡我的能力回答你們 我都希望祝大家 接下來的interview 都一切順利 好像我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給我Like我 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我們就留待下一次 拍另外一些影片告訴大家 拜拜